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原先是一片工业厂房 没有修饰过的自然景观 空旷明镜 作画疲惫的时候 我会经常去对面的桥上 放开口走 回想起来也觉得挺不容易的 艺术家搬来搬去的 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要把生活很多东西都放下 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场景 成都老兰顶艺术区 是我待了最久的工作室 那是非常简陋的那种厂房 但空间很大 屋顶十面瓦上有许多小洞 透过小洞都可以看到天欢 天气好的时候会看到许多阳光照射净来 成都的冬天阴冷 夏天闷热 非常艰苦的一段时间 但正是那样的环境 我画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张作品 度过了真正的往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艺术家需要两个工作室 一个是极大的 足以装下你所有狂妄 膨胀 想折腾的那种野心 当然还要装下 无数个作品的包装箱 另一个是极小的 小到可以收住那种狂躁不安的心 安安静静 踏踏实实画画 不必疲于喧哗 这是一个传统艺术家 幸福创作的范围 十多年来 我的生活一直是两点一线 家到工作室 从现实状态到个人理想主义 90%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工作室度过 一直是一种极其单纯的生活状态 无论刮风下雨 春去秋来 看起来单调枯燥 但对我来说是一个通病快乐的过程 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固画的时候 是在另一个世界 你就把现实全忘记了 进入了一个很自我的状态 那是特别享受的 如果再画一张自己特别满意的画 那就再画不过 我觉得有人收藏了我的作品 其实是收藏了我那个时间段 对艺术的一种认知 一种思想 也是我的一段人生 明镜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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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hosted 料理订阅文明镜 感谢观看